各位好 我们来看这个弹簧的力学能守恒的例子 那首先先复习一下 弹簧它也是保守力 所以它可以把动能完全还回来给我们 或是再把动能储存为为为能 然后再释放 如果没有阻力没有摩擦力 就可以一直进行动能为能的转换 而动能减少为能增加 动能增加为能减少 加总不变 所以弹簧是一个力学能守恒的例子 那有几个特点要稍微记一下 那弹簧什么时候会拉到最长呢 就是到端点 最左端最右端正当 如果它左右正当 最大位移就是在端点处 那弹性未能这个时候就会最大 那在端点处即将要回头了 它的速度有一瞬间会降到0 所以这时候力学能就是 最大的卫能加动能0 所以这时候力学能就会等于 最大的弹力卫能 那等它就缩回来 缩回来 缩回到原长度的那一瞬间呢 它的速度是最快的 那因为冲过去之后就会开始压缩 所以最大的动能是发生在平衡点处 这时候弹性未能最小 因为行变量是0 但是这时候动能是最大的 所以这时候在平衡点的力学能 就会是最大的动能 那因为力学能守恒啊 所以呢 最大的未能就会等于最大的动能 所以待会我们看到这个题目 它如果问最大动能 你就可以用最大未能来替代 那最大未移 你也可以想说它跟最大未能有关 但是它也会跟最大动能有关 好这样子 所以不管是最大未能还是最大动能 它们都可以写成 二分之一k乘上最大位移的平方 或者称为正伏 二分之k乘上正伏平方 那同时也可以写成 二分之一n乘上最大速度 速率最大速率的平方 好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 第一个 当木块离这个平衡点的位移 是最大位移的三分之二的时候 求这个动能是最大动能的几倍呢 好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假设 因为力学能守恒 所以呢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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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加k 那就要等于 最大位能 好 虽然说 好 我们写一下好了 题目是说 最大动能 它要问最大动能的几倍 可是 我们刚刚有提到 最大动能 最大动能 其实就是最大位能 那也会等于力学能 这里好像会遮到 我们 待会移一下位置 最大的 一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写出最大位移啊 最大位移它就会是跟位移有关嘛 那就会是跟我们的弹力位能有关 那弹力位能的公式就是2分之1kx平方 x就是形变量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写2分之1k 但是x要带入3分之2倍的r 因为最长最长生长到r 然后这时候动能就叫k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 其实右边这里你可以直接写最大位移能 那就可以直接写2分之1kr平方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k算出来 这个大k是动能 小k是弹性常数 那我们可以提出 提出2分之1kr平方 就是把这个r平方提出来 就只需要考虑3分之2的平方 提出来之后一项 一项变成1减掉3分之2平方 9分之4 所以算起来结果它是1减9分之4 9分之5 9分之5再除以2 再乘以1分之1 变成8分之5 其实也就先写9分之5就好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这一项不就是最大位移能吗 所以我们就可以 甚至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这样 那可是呢 同时最大位移能不就是最大动能吗 所以又可以写成这样 所以最后结论就是 这一个当我们位移是3分之2大r的时候 3分之2大r的时候 它的动能 它的动能就会是9分之5倍的最大动能 所以第一格就是9分之5 好这样子 那仔细再看一下 如果不太了解 再仔细再思想 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它的精神就是在 最大动能跟最大位能 它其实是一样多的 所以可以互相的表达 互相的表达 第二小题呢 第二小题是 当木块速率是最大速率的2分之1 好那速率的话 就会关系到我们的 关系到我们的这个动能 关系到我们的动能 那它后面问的是最大位移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先写最大位移 可是最大位移造成的最大位能 其实也是最大动能 所以也可以这样写 好那我们这边要求的是 我们要把它带进来的是最大速率的2分之1 那我们速率会跟动能有关 最大速率如果叫Vmax 那2分之1就是2分之Vmax 那动能就是2分之1mv平方 我们这里就是把V带入最大值的一半 然后就会等于2分之1mv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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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会变成1减掉2分之1的平方 4分之1 所以最后结果会变成 2分之1mvmax平方乘上4分之3 那跟刚刚很类似的 刚刚我们这边是 这个提出来的2分之1mvmax平方 就等于最大位能 然后最大位能又等于最大动能 那我们这边呢2分之1mvmax平方 不就是最大什么 最大动能 可是最大动能同时又是 最大位能 所以我们这里把它缩小一点好了 这整个都缩小 那也就会等于最大位能乘上4分之3 4分之3倍的最大位能 好所以它就会等于 我们这里就可以把最大位能 和这个题目第二小题的位能 比例算出来 它就是4分之3倍 就是4分之3倍 就是4分之3倍 4分之3倍能 那这个位能相比呢 其实就是形变量的平方相比 因为2分之1k都会消掉 所以最后我们会得到 最后我们会得到 最后我们会得到 把这边和这边左右都开根好 就会得到这个结果 好那这一题的话就是 就是关键的概念 就是力学能 它会等于最大的位能 也会等于最大的动能 所以最大位能 最大动能 其实是可以互换的 然后再加上 要熟悉弹性位能的公式 还有动能的公式 那再经过一些替换 就可以找出答案 那这个可能也是要多练习 才会比较熟悉 好那这边就到这 谢谢